我最近一天就打十把游戏打完溜了 播六个小时 新赛季马上要来了 开始十天左右 十来天 然后直接新赛季冲锋去 公务员 必须公务员 这不公务员 不为新赛季准备怎么 到时候现在还累啥 现在不能累 不在我们野区吧 没在 不凶我 就补一个 魔法护盾 我看见了 安静人物 把这个盾这个盾下了版本药血 换博取他把药渴了 我们还有两个药 靠近点防御塔 我们安全 在A太远 他没药 死了 防御塔 这防御塔没敲他一下吗 这距离不敲 直接闪见E 防御塔打打一下 是 W丢他脚下 他要补那个兵的 赚钱伤害 刚好后面 我丢W的他用不了QE 两个技能都用不了 但是出来有双招怎么办 他做事物 他闪见 黏我的话 我都没蓝 他这么帅吗 兄弟 什么青铜瑞文 那没办法 你觉得他菜就菜吧 我觉得他还可以 先别出鞋子吧 你做鞋子打瑞文 你也跑不掉 你多点生命值 免得他这一套瞄我 如果他没有双招的话 你这个生命值 可以换成这个小鬼叔 不 小黄叔 主播跟防御塔对一些 这叫天时地利能和 利用周围的环境 懂不懂 我英雄没他厉害 但是我可以 耍手段 是不是 这炮者不止 他有双 他想砍我 他想做 我窄了 稳 一定要稳 沉得住气 一定要沉得住气 我先往前走 往后走 往前走 往后走 看他冲不冲上来 他冲上了他有点了是可以瞄我的 他真的可以瞄他能那个血量 主播打瑞文多年 我知道这个东西伤害有点强 这类王还是喜欢放 追上来打 没事的 拉你追 我打不大的 我打博他 QE 都给不了 但我WCD太久 同样他走出我W,他又可以放QE,虽然我的W很克制他,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克制,高手他会卡我WCD,我没W就不能实现,他冲上来我就得交W。 我靠这个边边走,他弹到空中的时候,我是可以E的,知道吧,就是他从这里跳到下面,我是靠着这边的,他在空中我是可以E的。 对方E的,给他拽下来了。 刚才在W没丢好,他W没弹到这个位置了,W丢大的话就没后面这么多事了。 上线好快,有没有发现他上线的速度很快,他QE赶路,老快的。 他们远程有点多啊,这把推推翻。 这个就给四个远程。 这先他还想吃塔皮,你活腻了吧。 满血的塔皮都还想吃。 慢点补,等这个刀,你看这样毒死就一个刀不漏。 如果你快点补这个最后一个进展兵的话,你这包要漏一个远程兵。 你可以卡那个塔最后一下A出来,你再A。 卡卡的攻击那个频率。 卡卡的攻击那个频率。 卡卡路,打不丢脚下,他放不了进了,我们N一下卡就走。 视野直接坐这里,看到旁边有没有能干口。 没有的话直接土匪模式。 得到他吃啥现在。 这就是我家了,直接土匪。 这南巴不是最蠢的一个野怪。 基本上无伤。 这被你抢了你就得死。 你把我这个抢了我就弄死你。 你没抢掉的话我还不想杀他。 他抢掉了我这双张我就弄死他。 Haniq对他来。 W往甲下丢。 直接断清一个大脸。 可以啊。 卡卡回家。 打不了他丢不了技能 A一下 A一个来 A失误了 A加Pause 我不失误 可以打弄他E技能的 他E我放E 你可以省个闪现 哎呀 这都浪费双招杀塔 可惜 没结约绕 回家 他不皮了 他这样碰我一下 我就杀他 我跟他动手 他不皮了 他心里已经出现了一点点阴影 他以后碰到链金就不会再这样皮了 他会产生 条件反射 以后碰到链金不能再这样玩 还是一样 后排毒冰毒一下 哎 这冰怎么直接死了 杀不杀他无所谓了 现在 杀他有点困难 他抖到他去 但先吃吃野怪 搞得做多事也 会比 月桃好雨 吃吃野怪这样都是钱 一株野怪100块 我每多吃一组 对面打也就少吃一组 离外里就是赚了200块 因为我们打也是正常刷 我们打也什么都没亏 直接包护 这叫什么 落后就会挨打 是这个 就好比你现在 你是五级的实力 别脸 别脸是五级 当你不进步 就当你不刷野 别人再刷野 你原地太不离 就是比别人弱了 是这个意思吧 你没变弱 但是 你只能逆过来救一下 往前走 往这边包一下后 直接推着半 w减速 定完 抢 减速 精准K 等他放完这能我们再放 他捏个打w他想要我放这能他再放 经济鬼他是这样的呀 你没觉得三buff开局或者双核切开局对面打也就已经崩了吗 你想他为什么崩 只丢一个核切或者一个buff就崩了 小雪球会滚成大雪球 有没有冬天的时候用一个用一个小球推下推下波然后越滚越大 你都是这个理 道理都是这个道理 打野怪就得拉呀 你看我怎么拉野怪你就怎么拉 你看我打野怪就是满血 打野怪要会拉不拉的话链锯打野怪是很伤的很痛的 像打这石头人我推荐你有80法强的时候再把把这个石头呢 最少你要有一个爆裂魔杖加个小黄树再去碰这个野怪 看到没有 平A也是链锯的一部分 因为你平A可以跌增负者 增负者会加法强 法强会转化为你的伤害 对吧 链锯开毒是你法强越高伤害越高 他是不需要再关毒再开毒会变伤害你 是你开着毒的时候他就会根据你的法强而变伤害你 一一下 一两下 我一还战啊兄弟 A一下 一两下 一三下 四下 一个EA 走了 直接闪现EA A定住 A往后拉一下 A推不棒 哎没出来 把卡屏 让他死了 他今天卡这些屏 攻速太慢了 其实这种攻速慢了 黏一下去马上走位的话容易卡掉你 哎呀炼金加点基础攻速也好呀 对于我来说是很很大的加强的基础攻速加强一点 0.78现在 看队友 辅助辅助的基础攻速0.625 我才0.6 0.613 对 左一都比我快我好慢 打了吗 而且炼金的成长攻速也有点低我13级 我13级的攻速跟辅助现在9级的攻速差不多 我的成长攻速也很低 基础攻速低成长攻速低 要找他攻速加强一点我可能有时候会多能多A出来 多A出来这一下子很关键的 4的变化 熟成自变 然后炼金基础攻速太低你就要点那个天赋的那个加10%的攻速收益也会很低 就是你基础攻速越低的英雄你点那个攻速收益就会越低 哇你饿了 哈哈哈他们能这样转 嗯 肚子疼 我三件套论 全场最肥 我知道可以撞下来但是你下一次会追着他屁股后面一直转圈你知道吗 就能的本能反应会追到屁股后面一直转圈 其实你反方向走的话可以把它撞下来 但是本能反应的话是会跟着他屁股后面一直转圈 你上帝视角可能想啊我反反方向走直接把它撞下来 给队 他只给自己断这服务 该瘾死了这服务 我 别搞别搞我不想死 都真没翻 因为我推了两路线没兵线吃 还送拨终结的话 再丢大炸 好硬 哇有小偷 你知道他为什么能知道我在这里吗 我告诉你们个细节 因为我身上刚才有个印记 看到没有 恶人的印记 他跟狼人的印记是一模一样的 只要我被标记了恶人的印记 他就知道我位置在哪个位置 就是有个类似于狼人的那个东西 所以他知道我在这里回神 他有个迷雾在这里 他的被动 所以你但凡你身上有恶人标志的 你就尽量走远一点 所以他就跟他妈馈平一样 知道我在哪个位置 尽量能找到这里来 老恶劲了 对了地上会一条线 指引他我在哪个位置把我干掉 这把送离有点多 这是个英雄赖的地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机制 可是偶拉我玩到这个英雄 我才知道 当然都玩个意思 才发现有这么个机制 耐耐的 要别三一英雄 直接让他弄炮吧 兄弟报仇人继承 职业技术 他用不了意照达米 我知道 这个正好 我再度想过来 这个正好 有什么 这什么 我再度想过去 谢谢观看